沈腾打车怕司机绕路 就假装北京人 结果秒被识破 沈腾有个断了 他刚到学校的时候 跟我班同学 就是打车去动物园 然后上车以后呢 他他不是东北人吗 满嘴东北话 他怕那个司机绕他 就说说北京话 说去哪啊 啊去西四 那个完了到动物园呢 就想说两句北京话 跟人套个近乎嘛 那个师傅 咱们动物园这变化挺大呀 那个这么多年啊 这个这个动物园变化 真大真大 完了那个师傅说 哎呦 这时候您看就不是北京的 哈哈 北京哪都变了 这动物园没变 这动物园没变